大家好,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无所谓,今天来吃一家 这间非常火的茶冰厅 炸店的装修啊,非常的港式 怎么看出来呢,这张卡座就像香港一样那么窄 哇,顶得我现在呼吸都困难 给大家看菜单 我现在是工作日的下午4点15到点0的 已经开始叫味了,太夸张了 炸店号称是茶冰厅的鼻祖 但是它有点偷换概念了 因为最早的是有冰厅,就是提供喝的东西 可能提供一些三明治很简单的吃的东西 后来发展到有茶餐厅了 茶餐厅就是又有餐,又有喝的东西 所以其实茶餐厅就已经包含了茶餐厅跟冰厅了 但是它现在搞个概念叫茶冰厅 创始团队1989年就已经在黄大新开了 前几年开到了上海,在上海就特别火 我点的冻凝茶 杯子小了一点,就是正常你家买的这种玻璃杯 小班点的招牌丝袜冻来茶 点的是茶冰炉火黑豚叉烧 猪油拌饭 看起来没有我想象中这种上来滋滋滋的那种热气腾腾的那种感觉 有些猪油的香气了 但这个米饭好吃啊 非常的湿 有玉米啊,萝卜干啊 这种菠萝骨老肉上的非常快 一点完菜两分钟就上来了 都不知道是不是现炒的 蛋挞 奶茶够浓吗 不算特别浓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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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好 不好,都没有明花好 明花比他还老,明花七几年都已经开了 明花我好像在广东那时候吃了 还挺香的,猪油的香味 对 偶尔呢,还能吃到一粒猪油渣 我觉得它的猪油渣太香了 嗯,果然是怀旧复古的味道 唯一的缺点就是那种米饭太湿了 有点软 嗯 炉火黑豚叉汤 微卜炉加热了 味道还可以 它猪油味还蛮香的 它的甜度很适中 就是什么人都能接受 南方人、北方人都能接受这种甜度 很亮的眉头的位置 嗯 上面特别肥 肉很嫩 算一个合格的黑叉 它没有传统叉叉那种烧辣味道 然后我们还点了 取油鸡 它们说今天没有了 我说说没出炉还是卖光了 它说今天都已经没有了 烧鸭也没有了 所以稍微都没有了 我们还点了一个炸猪辣肠也没有了 好可惜 也吃了 嗯 这块肉看它上的那么快 炸的没有那种脆的酥壳 它可能已经炸出来放了很久了 并且它的调味 又不酸又不甜 这些 罐头菠萝 哇 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古老肉 所以里面这个肉觉得太实了 对 它肉是全瘦的 嗯 也不肥 对 这个 都有可能是半成品 包括这个茶香 都可能是半成品 在一个粤菜 你要看它的炒锅水准怎么样 点一个古老肉 就能知道它别的菜的水准怎么样了 有没有茶 非常失望 哎 我不明白这样的店 为什么能够火在上海 上海对美食的药售很高了 咖椰鲜油多士 这个咖椰 我之前也拍过视频 我自己买了咖椰酱在家 来吃 很传统的 一个 多士 但是呢 人家做的好的 是把 牛油 是把这个烤热了 把牛油抹到上面 等牛油 化掉了 然后再在上面抹一层 咖椰酱 吃一下 煎的够脆 这个黄油还可以 它不用化掉 也挺好吃的 咖椰酱 选的不好 咖椰酱 不够香 就是甜而已 这个绿色的就是咖椰酱了 它是用蛋黄 大量的糖 斑兰叶 然后 有的会加些叶糖啊 叶姜啊进去 但是现在也有些新的口味 比如说我在家就买了 榴莲味的咖椰酱 很有意思 它这个 不是很香 就是甜而已 嗯 又甜又腻 饮品真的很差 每喝一口都吐槽 每喝一口都忍不住吐槽一下 北京还是有两厢家 特别地道的港区茶餐厅 等春节之后回北京 给大家发掘一下 有家传统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连很传统的饮品 和尚跳海都有 你知道什么是和尚跳海吗 我有听过这个 就是 一杯开水 放糖 打一个鸡蛋进去 因为鸡蛋蛋黄像一个和尚的光头 所以叫和尚跳海 这个就是 以前物质很贫乏的时候 大家把那个当营养品来喝 就是开水蛋 滚水蛋 所以北京其实有这么传统 有这么好的茶餐厅的 但是大家不知道去吃 大家都来这种很网红的地方 但是它的猪肉饭 确实是好吃的 胆固醇万岁 一般有这种新店出来 明明猜到会不好吃 但还是不死心 想来试试 他们家有号称露奶花 是他们发明的 他们还把露奶花 以及茶宾厅给注册了知识产权 哇肉眼可见 它用的黄油太多了 你看这个奶上面浮了一层油 真的是红豆沙馅的 还是微甜的 只要是鸡肉 肚子 裹了蛋液炸过了 炸的还挺香的 这个细节就比很多家茶餐厅的露奶花做的好 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奶味 也没有什么那个 就干干的吃了一块 炸西多士 炸了一块 吸满了奶的 奶香也不够 它所谓的红豆沙馅呢 就是 把包都抹了一层红豆沙 表面上浮了一层油 如果它用的是 好的黄油 估计也会很香 但是也不香 估计用的是 这个植物黄油 它们招牌之一的 手工千层蛋挞 总是葡萄的那种酥皮 不新鲜的黄油的味道 我太熟悉这个味道了 如果我在家做烘焙 黄油 一次做不完 切剩的黄油 就会包起来放到冰箱里面 你过一段时间拿出来 就是这个骨 黄油不新鲜的味道 做过烘焙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 它底呢 还是很薄的 起酥 起的很脆很薄 它水 不香也不甜对吧 对对 这就是我们今天点的东西 不然我们点完还有很多想点的 但吃了都没有什么兴趣再加点了 这些暖气真的好足啊 这里真的好热 我相机都提醒温度过热了 好吧 这样吧 家电 喜欢不起来 不管它是什么鼻祖啊 什么排队王啊 都好 我吃的美食充满好奇了 无所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评论 关注转发 对我的成长非常好帮助 谢谢大家支持 啊 我们今晚要剪的话要剪这种啊